下個星期是九龍西捕選 其實我們三個中產黨幾個主持 可能都會對於投票意向 各自不同看法 雖然只有我一個人可以投票 你們兩個人沒有分頭 但是既然我們這個節目叫三個中產黨 我覺得我們的節目宣傳為中產發聲 所以今天我們會用… 錯!我不是為中產發聲 我為自己發聲 只不過是中產黨是因為我屬於那件事 我不是為中產發聲 我們有關節目的方向 我們遲時會找到一集特別的說 我屬於那個階級 屬於那個階級就不代表那個階級 我們背叛自己的階級也可以 但是我們起碼都嘗試用一個中產的角度 去看一場選舉 首先第一件事想問大家 你覺得作為一個中產 其實如何看待今次九龍西捕選 我先講一下我身邊的朋友 我需要講一下候選人名單嗎? 最後才講到未遲 不過等一下我們都會提及的 我怕最後的題詞 不如先講一下 不如先講一下 我忘記了 有些什麼候選人 名單編號 1號 吳迪希 2號 曾麗文 3號 李卓人 4號 馮檢基 5號 陳可欣 先講一下我身邊的朋友 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究竟你如何看今次九龍西捕選 第二 我進入一步就是 究竟你如何看這場選舉 兩個答案都不同 第一個答案就是 如何看九龍西這場選舉 她說身邊有提過 好像有民主派 有建制派 跟我們這些很關心政治新聞 不斷討論的人是不同的 好 接著問她 你會不會投票這樣 然後第一句 幾個都是這樣問我 她說她有沒有好處 就是投票她有好處 這個就是我身邊遇到的 中產的想法 她這個有沒有好處 跟以前的補選好 或者是正式選舉好 她的意思就是 好像選舉好密 整天都聽到有選舉 以前是幾年一次選舉 當然搞不清楚 因為經過DQ了之下 有很多補選 跟著她問我 你要我投票 其實她以為 因為我很關心政治 我問她 那你會不會投票 她以為我想叫她投某一個人 所以她很下意識就問 投票有沒有好處 這個就是我身邊認識的 應該這樣說 投票什麼時候有好處 除非你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你一開始的時候 接受蛇齋餅種 你都不一定投票的 理論上 所以投票其實從來沒有試過有好處 她說稍微有少少政治認識 知道投票是否有好處 更何況就算投到你心疑張的人 或者投到任何一個人 你都未必投到 你都不是投了一定有回報 投票基本上沒有好處 我想問一個問題先 我經常聽到中產 代表中產的政黨 今次每次都是這樣說的 關鍵一直 關鍵是很影響 將來香港的 為何會不會有好處呢 首先是有好處 關鍵一直是你現在的好處問題 關鍵即是影響到結果 即是影響到你的好處 首先我投未必有好處 如果我真的關鍵一票 插我那一票 我的投一定是他可以的 那我當然是投 這麼關鍵 但我投未必可以的 又未必能走到我想要的方向 所以 對你來說是不關鍵的 你的票不關鍵 但問題是甚麼 有中產人發覺醒醒的 就發覺 我被人哄了幾次 都說關鍵一次 發覺原來你進去都不是很關鍵 我先講一講 因為九星報算是第二次 上一次報算 我就沒有去投票了 我沒有去投票的原因 不是因為我很討厭 或者不喜歡 或者很喜歡某一個候選人 純粹是因為我覺得很忙 我就算有一個很強的政治意念 但我覺得 在今時今日這個政治環境 背後有很多原因 最後我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我現在的事辦成本這麼高 你還要我特意到票站投票 然後投完結果 分不分鐘不是我想要的 你為甚麼要憑甚麼 首先 我反對你自己覺得自己很重要 你時刻成本有一條成本 對吧? 你時刻成本 你不是上小幾個就看 對嗎? 但只不過沒有 其實成本都是很低的 你有計算幾成本 李嘉誠 如果你是明星 你每一分鐘都是像 對 首先你沒有成本 其實在很多人眼中都是很低的 雖然我覺得很重要 但其實一般來說 可能是上小陣網 對於是成本很低 但更加重要 第二大師說的就是 你的計算更低 那天就慘了 即是現在這個補選 給人的感覺是甚麼呢? 就是因為我們一路 自小被教育 就是我們一定要投入一個人 否則香港就會陸沉 香港的庫復 就會抽乾了 香港就會玩完了 但問題就是 上一節的補選 就是袁所說我失敗了 為甚麼失敗了 沒有玩完呢? 然後很多人就會覺得 你是不是帶我們 你們又說 投完之後香港會怎樣怎樣 上次就輸了 那輸了香港會怎樣怎樣怎樣 好像沒甚麼關係 不是!香港現在在沉淪 你現在是不給他進來 香港就輸了 現在就有明日大禮 快要過23條 是不是? 關於鄭永遜事 上次就是因為鄭永遜贏了 所以才有明日大禮 這件事好像不是說得很通 但今次如果再失敗 就更失敗了 更快 這就是一個問題 我身邊的中產 他不投票的其中 先說一下 不投票的原因是 改變不了甚麼 經常都被人批評 你不要以為改變不了 其實你投票的東西 慢慢就會可以改變到 即會有一些人 反過來說 他投票就相信這個信念 他覺得投票可以改變一些 但你很自然會想 反過來 有些人不相信這個信念 所以就不同了 我記得有某一位仁慶 是我們三個其中一個 那個人經常都指出 究竟就算投了票 選出了那個關鍵的票 那個人 那些人經常都不去投票 即是成為議員之後 那些人譬如說去日本旅行 總之找些人不投票 即是你當那個支持的候選人 他自己都經常不投票的時候 你有甚麼道德的高地 可以叫其他的市民投票 即是我投票給你不投票 我拉遠一點 講一些正能量一點的東西 外國例子 其實是學術的東西 我們行家做過很多研究 就說看人們投票 最後對選舉結果有甚麼影響 看一百多年的數據 美國的選舉 發覺大部份的選舉 你投不投都沒有關係 這些叫正能量 這些叫正能量 你這些叫正能量 但是這樣 做研究的時候 是我以前的老師 志賴的 他發表了這些研究 他都覺得要投來做甚麼 但是有一次 特朗普選那次 他真的投票 他明知是沒有影響 他覺得是 不是說 有沒有用 現在當間 經常推測 射到海 他們的有用 不是說 只是 實際上的價值 那票影不影響到選舉結果 他覺得你投的票 可能是 你投完之後 自己會開心一點 又或者跟身邊的人 宣傳說 我都這樣投 你跟我吧 如果多人去跟我 即是做了綁認 或者怎樣的話 做到效應 就會比我們自己每人一票 這個客觀分析 我覺得中產投票 除了一個 其實很簡單 就是受到傳媒 或者其他的宣傳 應該覺得自己的票有用嗎 周詩 是怎樣 我投過一次票的評審 就是上一次 因為我趁機寫一篇文章 那些是非常有正能量的 因為你寫一篇文章 就要證實自己也有參與過 這件事更加有說服 於是 我寫一篇文章 就是我投給王維基 其實我就是不停寫文章 是拿王維基的 證明好 對視不對人 所以沒錯 即是你的票都是充滿價值存在的 沒錯 但其實我覺得我們這裡 真的不應該提供正能量的東西 我真的很討厭正能量的東西 如果所有投票之中正能量有關的 就是蛇仔病種 如果我們這個節目講正能量 譬如講一下股票鐵士 大家可以賺錢 就可以了 或者大家講一下去哪裏吃 去哪裏玩 如何訂購日本最難訂餐廳 這些是正能量 但負能量也是一種投票的意欲 不是就是我告訴你我就是不妥理 所以我就投你對家 我們之所以做這個節目 就是因為我們充滿太多負能量 我們要發洩出來 所以才知道 所以反過來 中產投票 有時都未必一定是講到很實質的價值 它可以有一種情感的宣示 正面一點說 正能量一點說 就是一種贖罪卷 其實都會關心香港 現在投票票 起碼我在親戚面前說 我也有投票 我也有盡量公民責任 我也有關心社會 也有這一種的用處 另外一個就是負能量 就是我就是不妥理 我就要投你對家 我就要擊你 我知道我影響不到 但起碼投出了我不滿的一票 這些都是一種的考慮 事一壓喪 與以虛亡 現在就是這樣 我再投你對家 我寧願焦土 我寧願衰的 大家齊衰 抱著 就是這樣 這個雖然是負能量 但有作用 但我又想拉回另一個角度去看 即是既然我們說 我們嘗試用中差角度去觀察這場選舉 你覺得作為一個中產的身份 你究竟會投什麼票呢 包括什麼候選人 什麼陣營 或者什麼政策 我講了會不會有些道向 說不投誰 沒有什麼 因為我們三個都不投 拉不拉的 我不拉 拉你而已 不要緊 是的 你覺得你應該作為一個中產 你是怎樣去視乎 你那一票是怎樣投呢 我們相對有比較留意政治的 我們傳統的可能是 朋友多都是親泛民的 都覺得 馮典基和李卓仁那裏 為什麼好像搞得不是這麼乎 大家都以為他們是負能爭議 我們有一個朋友 張錦晴去問 今次有多少個民主派出來投 其實感覺是很混淆的 他又好像在網上 你又說他沒有欺負他 他又說你很煩 不搞一個初選機制 很煩 好像很不團結 是 我當然覺得其他一邊 有另一邊 但我身邊有很多朋友 都覺得很煩 你們搞什麼事情 你可不可以很簡單 告訴我 誰就是代表民主派 給我劉小麗 有啊 現在你看泛民媒界 傳媒 他們從來都有 代表說誰是代表民主派 為什麼你不相信他們 就說明 這個當然就是其中一個解答 作為一個中產 你究竟會投誰 如果你是偏黃那邊的中產 很自然 就是蘋果日報叫我投什麼 就投什麼 或者那個泛民大台叫我投什麼 就投什麼 我會完全怪責他們 因為在香港 其實中產他通常花大部分的精力在哪裡 就是賺錢 你不要叫我花那麼多時間 去艱深研究政治 我平時時間不應該這樣用 所以當他們要去到投票那一刻 通常會問什麼 問身邊的朋友 看傳媒問什麼 上次立法會選舉 超過一個朋友問我 你這麼關心政治 你一定可以回答我 究竟今次我支持民主 應該投哪個候選人 這個似乎就是香港中產 偏黃那方面 選擇候選人的方式 但我不熟偏藍 偏藍通常是怎樣的 偏藍就投建制派一個 大家都有大台 泛民有泛民大台 建制都有建制大台 建制很簡單 建制協調了 一個 那你就投那個 但我不明白 如果你這樣說 現在香港有很多建制派 還有那麼多壞事 甚至我們都知道 建制派是反民主 中產沒有理由是傻的 你明明都會嚮往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 開放的社會 你都知道建制派做壞事 你怎會去投一個建制派 建制派 你們黃絲帶 有一個叫含淚投票 藍絲帶全部都含淚投票 藍絲帶最少有一半以上是擁護民主 但是他含淚投票 因為你們搞亂香港 我含淚投票 我投那個 我們明知道那個是壞的 但我也投的 你的意思就是 他其實都知道共產黨是壞的 他都知道陳凱欣不是好人 但是為了防止你們黃絲帶搞亂香港 我們就含淚支持共產黨 陳奈欣我想 你不可以說到好人還是不好人 因為我們都不知道 不知道 是不是 我告訴你 你給他那張照片 我都未能認得到他是誰 所以他不是好人 我們知道中央政府不好人 共產黨不好人 民主是好的 我們知道那些事情 不過問題就是 我們含淚是兩岸吹奇 是Nexcel Evil 大家都是這樣 藍絲帶有哪一個不是Nexcel Evil 難道他們都不是蠢 都不會真心覺得 投了建制派香港就會越來越多 我可以這樣說 基本上應該整個自由黨 都其實是黃絲帶來的 但問題就是 他真實 整個自由黨 雖然有很多朋友 都是黃絲帶心在黃絲帶來的 不過問題是 它是含淚投共 含淚投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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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人是含淚投共 是不是 他覺得的意思就是 其實這個社會最重要是安定 你們那些民主派 沒錯 爭取民主意念是好的 但你一搞到我們現在的國花 添煩添亂 又說要取消什麼什麼香港 又說要取消什麼香港 又唱衰香港 那我唯有含淚支持這些建制派 去制衡你們 如果是這樣說 我又覺得 現在黃絲帶國人經常說 你們要含淚 你們要含淚 你們真的沒有一個道德高地 去指責藍絲帶的人 因為其實他們都是用理性的角度 去得出這個 含淚投共 大家都含淚投共 我不相信 尤其是代表金民連錦包 所以才會分裂 自由黨我覺得其實屬於是淺王 他們含淚投票 他們每個人都含淚 還有他們有利益 利益相關 所有的東西 他們每個人都 他們要中國穩定 因為他們知道中國不穩定 就打落了 雖然他們喜歡民主 但兩害取其輕 其實他們覺得 換轉一點問題問回同樣事情 究竟是淺藍好淺王好 投泛民或者投建制 投誰對中產的利益是教入保障 如果用你的角度去看 應該這樣說 視乎你本身的階級立場 因為很多中產有樓沒有樓 有些情況之下 首先來說 無論你是什麼產 投票一票是很不關鍵的 無論什麼產都是不關鍵 如果不是什麼產的時候 如果你是一個普通的建制派 那你當然是誰派蛇齋餅種 有義氣派 那就投回那個人 如果真正說 在策略上有利 視乎你有樓沒有樓 視乎你究竟是怎樣的狀況 因為有一個問題 人們覺得 這個不是我直接聽話 我聽朋友講 不是我聽節目講的 現在有些中產 雖然民主大都不想投李卓人 因為李卓人代表公黨 你相比來說 你陳凱英的感覺上 反而是有少少少中產 又或者本基都是深水埗 這些是俱落 都不是代表我們中產的人 你怎樣看大師 那的確是 但問題是 支持特朗普 有很多人 很多人都是 譬如農民 他雖然傷害到我 不過 我們為了將來的利益 我們都要支持特朗普 很多支持者都這樣 現在 我們是 雖然 李卓人 他們 雖然是有些左翼的意思 但問題是 我為了民主 我都要犧牲 我看台灣選舉 他們那些人說 喂 我們向來 就算民進黨怎樣 我們都支持民進黨 不過現在 沒有犯牲才反民進黨 就是為了民進黨 已經拆了十幾年炮 他們都一晃情深 是不是 如果什麼叫支持民主 哦 你又要民主又要開飯 那你叫做支持民主 你叫做支持開飯 你叫做支持錢 你不是叫做支持民主 是不是 支持民主 就是愛一個人 就是為了 他就算窮些 你都喜歡他 所以才愛一個人 是不是 什麼叫做愛民主 那你愛民主又愛錢 那你愛民主又愛錢 但是呢 客觀說了 或在最後說 我現在想起 為什麼當日的工黨也好 民協也好 甚至民主黨 公民黨 甚至很多建制派 由2011年以來 現在都是反對派錢 但他永遠不會反對退稅去猜響 這個其實都是某程度上 中產 所以今年開始 如果有誰支持派錢 可能中產就會 就不用陷害 就一定是要投你反對 不過時間是這麼多 下次再講其他話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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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陈